現在電鍵裝好了 我看看書桌上插數鍵有什麼問題 正常是這樣的 是這些塑膠 乾乾淨淨 整整齊齊的 這邊燒了的 是這樣的 因為當初是電線搭上去的時候 扭得不夠實 變成現在的狀態 它一直流激 一直融化 變成炭 聞到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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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一個這些按鈕 怎樣分呢 小在這邊 是火線來的 即是LIFE 闊這邊是NUTRAL 即是 閃電線 黑色在這邊 火線 這邊是NUTRAL 這邊是白色線 綠色線 或者裸銅線 那是地線 就是殼 你看 那個殼在哪裏 在這裏 有口螺絲 用綠色的油 這裏就是另一個地線 剛才我只是拆出來 火線 這邊 這邊是中性線 中性線 就斬回中性線 火線 就斬回火線 這樣就完成了 你留意到 它兩邊有 有兩條橋 這個接觸 這個橋 將它搭通 這裏有一條橋 將左右這兩個端子 接通 有兩條線 在這裏 有兩條線 另外有兩條線 在這裏出 兩條在這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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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去下一個電子 所以 有時候的廚房 沒有電 其中一個插數沒有電 可能這些東西就鬆了 對下那個就沒有電 但這個有 那這些就是內人尋 要慢慢靠經驗去找 多謝收看 對下